作为歌手一首好的歌曲 然后跟自己特别有缘分的歌曲 我觉得都是 或者是每一份 每一首跟自己有缘分的歌曲 都是如虎添一 好像还挺多的吧 就是日常生活中 都会有一些比较 唬了吧唧的一个细节 就可能像有些走路走着 会崴一下啊什么之类的 像刚才 我们在拍那个创意视频的时候 它是一个 这样一个台阶的那个小舞台 然后旁边又会有一些 一小小的那种灯 就小小个的白色灯 就大家想象一下那种蛋糕 就旁边蛋糕边 会有一个个那种灯 然后我的 我就要下去的时候 一个没站稳 我就斜肩这样落地 但是我又不能够 把灯泡踩碎 所以我就 比如这是我的脚 我就在那 下台阶是这样下去 因为我记得2010年 就是我要读大学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就是 自己一个人去到 语言的地方去读书嘛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去到一个语言也陌生 环境也陌生 习惯陌生 所有都是 一切都是陌生的地方 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 一点都不害怕 就那一下 其实是不太理解那种 不害怕的 就现在哪怕我自己 一个人去旅游 我都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 我到那个地方 会很无聊什么之类的 但那个时候 你就完全没有那样的感觉 再次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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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